经过前两战赛事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定向的一些基本要领了 那就是利用直北针去寻找点标 但是在这样大雪茫茫的天气当中 别说是找方向了 连路都看不见 那选手们要怎么办呢 下午在定向培训基地内进行的是短距离定向赛 这才是选手们真正的较量 运动员们在奔跑中穿越不同的地形 寻找一个又一个新奇的目标 享受着运动探索的快乐 比赛开始后不久 一个身披号码牌的小身影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他就是定向公开赛史上最小的选手 人称定向小丁丁 这是今年还不到六岁的小丁丁 参加的首次正规比赛 下一个 他多大了呀 不到六岁 不到六岁 那他这个定向他玩了多少时间了 快三年了吧 三岁多不到四岁开始跟着玩 那会怎么想起来 他玩定向了 反正就正好有这么个事 他就跟着就他自己喜欢 然后就坚持下来了 哦 是吧 给丁丁说我们问你两句话行吗 丁丁问你一句话行吗 不啊 那好 还差几个点啊 还早的呢 哦 好 加油啊 由于赛场跨度比百米定向大很多 难度相应也增加了不少 有人跑动中站立不稳 有人大意丢失手中重要的直扛 有人在雪地中徘徊迷失方向 场地教练刘洋告诉我们 可以利用周边的参照物来找到目标 哇 这个电话亭呢 呃 也就是一平方米见方 所以呢 这个 相对来说不是很好找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 这边的这个大的木屋 然后来找到它 也就是说 首先先找这个明显的大的特征地物 然后通过它来再找到小的这个特征地物 或者说我们这个检查点 呃 现在只能看比较明显的地物 因为就是草地什么的 都已经被那个雪给盖上了 也看不了 然后就是明显的炸了什么 如果就是先看图嘛 图上如果就是我选择的路线上面 有这些东西 我就会去看它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呃 看图上是什么 然后实际就是什么 它就能看 那个它点标上它都会有个号 一图上第几个点 它也会有一个号 只要那个号说那个对上 就是就是跑对了 就是这种天气嘛 就应该 就应该多穿一些衣服 然后呢 就是穿一些防滑的鞋 就避免摔倒 是的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在雪中的景象 感觉非常爽 冬日寒潮的来袭 没有驱散运动员的热情 反而更加激起运动员们挑战的激情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体育精神的内涵 本战定向赛结束之后 2015中国定向公开赛 将在2016年1月1日 在深圳光明新区迎来终极一战 我们上次参加茶 았는데 我们下期见 没 기분 电话 队 谢谢大家